本文獲鳳希乾先生授權轉載至鳳希乾13位到Patreon 標題為《大陸人都看不起香港政府》 這幾天 香港政商界都似乎萬認真地討論夜市 奧妙的建議天天新款 層出不窮 我追都追不及 有人呼籲公務員晚上辦公 有人倡議推出晚間公共交通票價優惠 降低市民前往商場的交通成本 有人鼓勵阿爺帶孫女去酒吧 最新消息說 那個財政司副司長已制定方案 要求一些坐擁大商場的發展商 延長營業時間至晚上10點至11點 我不那麼好奇 政府要求商場延長開放 但裏面的商店是否照舊9點關門呢? 其實生意好的話 就算政府不止止點點 商家都會盡做 有幾夜開幾夜 但若果電子拍烏鷹 也要堅持開門不動搖 燈油火納OT人工豈不是虧得重金? 但留意到推動這條糞便的人 叫王偉倫 那就一點也不意外了 這個所謂財政司副司長 上任以來做過什麼我不清楚 只記得他4月出席恆大商業新聞長活動時說 在香港做記者前途不錯 可享受有尊嚴的生活 會不會大富大歸? 就不會的 和做問責官員一樣 你也是有個合理中產生活水平的 這番話有一個輕輕鬆鬆月代幾十萬的所謂問責官員說出來 真夠振奮人心 怎麼搞夜市根本是偽議題 政商界提出的都是假答案 所有人都偽裝看不見房間裡的大象 只是普普通通的大陸民眾 一針血就倒破真相 香港什麼時候活得這麼卑微? 夜市能夠市嗎? 香港是金融中心 靠的是投資融資 大量的資本流進流出 國際化、自由化、法治化才能保證資本流通安全 這個根本都掉了 夜市?賣什麼?魚丸搶粉? 眾所周知 外資已逐漸撤出香港 外國遊客怕被當作間諜 很多也不敢來 所以他們連中國大陸也不去 香港可以點國際化呢? 法治就不必講了 至於自由 如今香港跟大陸的最大分別 大概只有三種自由 資金自由流動 人身自由出入 網絡自由監覽 但是 袁榮光的禁制令 再搞下去 第三種自由恐怕岌岌可危 而另外兩種也可隨時消失 近日大陸網站似乎有一帖 題為 香港的未來會怎樣 有人只簡單回答了一句 會從國際金融中心轉變為國際金融為止 我認為這就是最好的答案 到已經將香港搞成國際金融為止了 還天天幻想自己是不夜城 是照耀世界的東方之珠 若非思覺失調 就是真的 這就是 極類既窮 特區官員已想不到怎樣可以做 不是 其實 特區官員還有一條出路 夜市搞不好 沒有關係 只要懂得以習思想作為搞夜市的重要指引 說以下一番話 就保證升官發財了 要堅持習近平的經濟理論 發展更高水平的夜市經濟 毫不動搖現場開放商場 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人民走行商場 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推進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遺性的現代夜市 更好滿足人民群中和實體經濟多樣化的需要 讓市民和遊客在夜市中感受到中華文化的精髓 培養他們的民族自信 是否很有動見呢? 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大紀元立場